华林县府14号晚间临时召开记者会 宣布全中运延期 但是不少提前订好住宿的外县市选手教练们 现在全部都必须取消住宿订房 而是否会被扣取手续费 对此县长徐真卫也表示 已经与饭店旅馆以及民宿取得共识 业者都愿意配合 不会再收取任何费用 对 我的票很多 我刚刚应该约有人来退了 那没有办法因为他取消比赛 我们必须要退货 真的是很无奈 因为花莲疫情升温 全中运临时喊咖 全国各地体育教练一接到消息 开始忙着退票退房 那接下来又要用我们退票 然后又用我们退房 说实在是真的有点麻烦 只是退票退房事小 圆满比赛安排好的训练 如今统统要重新安排 选手们的心情也要安抚 让教练们忙得蜡烛两头烧 尤其比赛前两天才临时宣布取消 不光选手们受到影响 网络上也掀起一阵踏伐 不少民众留言 人都已经到了花莲结果比不了 明明演唱会绕境都在办 全中运居然要停办 纷纷痛批前两天临时取消 是不是太藏促了 那这个有关于退房的部分 退订房的部分 全部都是完全以服务的性质 不会再说任何的责任 台铁退票着手的手续费 也得等中央发公文 才能得到补偿 比赛延期影响超过 将近一万五千名选手 从十六号开始的后续赛程 也确定全部延期 而进行中的赛事会如期走完 不光选手残材受阻 花莲饭店业者也遭受冲击 那我们目前大概剩余的住房率 是不到三成左右 那目前来说影响是蛮大的 但我们也是在这个 县府的指导之下 让选手跟家属的这些定金 都能够延期做使用 疫情升温 全中运只能被迫延期 但病毒当前停赛万不得已 选手们没时间惋惜 只能把握机会加强练习 在之后展现更好的训练成果 记得实力请张佩颖花莲层报道